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 现代文明病之拖延症 该怎么样处理这讨人厌的拖延症呢 第一个法宝就是 我们要去切断我们的干扰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大脑会习惯先追求眼前好玩的 快乐的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事情先挪走 比如说当我准备要开始工作的时候 安老师自己就会刻意的 把手机的行动上网给关掉 或者甚至把身旁的WiFi插头给拔掉 为的就是不要让我自己受到干扰 因为我知道我的大脑也会 有这个本能的趋向 去追求一些让我感觉好玩的事情 因此主动的去减少 或切断外界对你的干扰 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你能够把专注力放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那样子的效率是很快的 那么第二点呢 讲的就是 我们要懂得去切分任务 然后照表操课 也就是说 当我们学会把大的任务 切成小的任务的时候 然后再把这些小的任务 很规律地放在我们所谓的时间表当中 按表操课的话 我们出来的效率会是最好的 把一个困难的大任务 也许我们切成了十个比较简单的小任务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任务的排斥感就没有那么重 那么第三个法宝呢 讲的就是不要追求完美 做了再说 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会犯拖延的毛病 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件事上 并不会做到完美 或者是说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不好 因为你已经花努力做了东西 而这个东西又不会很好的话 我们害怕面对那个最后的失败 挫败的感觉 因此干脆脱吧 脱到最后也许就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只能做出这样的成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拖延其实是在为我们自己 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 或者是很害怕这件事情做不好 找一个借口 让这件事情的失败可以被合理化 好好的去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拖延 在拖延的部分 有没有这样子的原因或成分存在的话 如果有 那么请你下一次又想要拖延的时候 就试着告诉自己 我没有办法骗倒别人 我只能骗倒我自己 而这一次 我想要对我自己诚实 我愿意接纳我自己 所有的部分 放手一搏 努力试试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